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家超先和运动员在乒乓球训练场地切磋球技 之后和单车运动员李维斯交谈 李家超随后与羽毛球运动员交流 并观看空手道运动员训练 同欣赏武术运动员示范 同家亲身参与硬地滚球活动等 李家超说新一届政府架构重组后 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加强香港体育普及化 性事化 精英化 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 政府会继续支持体育培育运动员 给他们发挥潜能 他又赞扬本港运动员成绩不断进步 屡获树荣 令到市民引以为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